那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馬英九仿中正行程 我看紐約時報 路透社等等 大報紙都有報道 是 但我覺得馬英九有點可憐耶 李正浩我通常不會這樣說的 我都覺得馬英九有點可憐 為什麼呢 紐約時報的報導 還特別去引述了國民黨 之前有一位學者叫翁呂中 大家可能有聽過 是 之前還代表國民黨去參加台美國防工業會議 代表國民黨 對對對對 結果紐約時報去引述他 他說什麼 他說 哎呀 我們國民黨不是日前發了一個聲明 說馬英九沒有任何黨值嗎 對 他說這是買保險啊 為什麼呢 如果這一次馬英九去北京發生了問題 如果北京說錯話 他說錯話 我們可以立刻切割 方便切割 方便切割 國民黨自己說要切割馬英九 他說馬英九連選前之夜都沒來 他不代表我們國民黨這樣子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人推測就是說 過去台灣每次總統就任之前 一定在兩會人大結束的時候 這個中國的國務院總理會叫一個台灣記者提問 然後他借機訓斥台灣一番 這一次李強沒有記者會 沒有機會訓斥了 你說他改訓斥馬英九 對 馬英九叫來 給了一個訓趣的停台 然後訓斥完以後呢 就把消息傳到台灣去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說這是個請君入奧 以前慣例 那個兩會結束 我要罵一個台灣的記者 才彰顯我天朝威風 這次沒得罵對不對 所以習近平就把馬英九騙過來 馬英九來來來來 我借你 馬英九就屁電屁電過去 他以為是個很厲害的場合 就習近平他沒把他臭罵一頓 有可能會這樣嗎 有可能很有可能 哇賽 那就真的是糗了 躲定三立 以這號 新台派上線